一到十分 你的信心有几分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张神明发光 今天来读马太福音第八章 当主耶稣分享完登山宝训下山之后 他的名声也随之传开 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人 跑来跟随他了 虽然来的人很多 但其实真的对主耶稣 有信心的人却很少 大部分只是来凑个热闹 但没关系 接下来主耶稣就要带领大家 在旅途中更多看见神的爱 并且在爱中慢慢增长信心 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八章 马太福音第八章 耶稣下了山 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 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 耶稣对他说 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耶稣进了家百能 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 求他说 主啊 我的仆人害瘫痪病 躺在家里 甚是疼苦 耶稣说 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回答说 主啊 你到我设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避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泉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 就稀奇 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从西 将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一同作息 唯有本国的子民 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 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 耶稣对 百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了 那时 他的仆人就好了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 见彼得的岳母 害热病躺着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 热就退了 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 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有一个文士来 对他说 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耶稣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波浪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 主啊 救我们 我们丧命了 耶稣说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 斥责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众人稀奇 说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耶稣嫉妒到那边去 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 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极其凶猛 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他们喊着说 神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里来 叫我们受苦 离他们很远 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要求耶稣 说 若把我们赶出去 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 耶稣说 去吧 鬼就出来 进入猪群 全群忽然闯下山崖 投在海里淹死了 放猪的 就逃跑进城 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 所遭遇的都告诉人 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 既见了 就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感谢耶稣 他是握有权柄 且大有能力的神 他的一句话就能让风浪平息 他的一句话 就使魔鬼退去 医治了受疾病所苦的百姓 帮助他们 恢复健康 自由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主 亲爱的朋友 今天要特别邀请你来 想想看 一到十分 你觉得自己 目前对于主耶稣的信心 有几分呢 如果你目前的信心 在六分以下的话 没关系 让我们一起求主耶稣 赐下百夫掌门 那一句话的信心 相信主耶稣也会带领你 在爱中继续成长 增加信心 你的生命也一定会充满 越来越多的见证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在我软弱的地方加力量 也带领我在你的恩典中 长出更大的信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信心增长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